尖陀罗族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的一个民族 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四川和云南等地 尖陀罗族的历史和文化十分独特 但是由于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融合 尖陀罗族已经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一 尖陀罗族的起源 关于尖陀罗族的起源 历史上有多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尖陀罗族是古枪族的一个知习 早期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和金沙江流域地区 另一种说法认为 尖陀罗族是西南地区土著民族的后代 他们在长江中游地区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传统 二 尖陀罗族的文化和传统 尖陀罗族的文化和传统 与其他中国古代民族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系统 用洛阳字来记录文字 这是一种与汉字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 尖陀罗族的宗教信仰也很独特 他们崇拜山神和水神 并在自己的信仰中融入了一些佛教和道教的元素 尖陀罗族的服装 饮食居住和婚姻习俗也都有自己的特点 尖陀罗族的服装以丝绸和棉布为主 男女衣着有所不同 男子多穿长衫 白衣 女子则穿彩色的树药衣和裙子 尖陀罗族的饮食以米饭 麻辣火锅和腌制食品为主 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 如尖陀罗火锅和酸辣粉等 尖陀罗族的居住习俗则以竹炉为主 这是一种典型的西南地区的建筑风格 尖陀罗族的婚姻习俗也比较独特 他们崇尚自由婚姻 男女双方自由恋爱 最终决定是否结婚 三 尖陀罗族的历史严格 尖陀罗族在中国历史上 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 他们是唐朝时期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之一 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对中原王朝的统治 进行过抵抗 曾经建立过尖陀罗国 国都设在今天的四川省滋阳市尖围镇 尖陀罗国在唐朝时期 曾经是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政治中心 也是文化和经济的繁荣之地 在宋朝时期 尖陀罗族逐渐被融合到汉族文化中 他们的语言和文字系统 也逐渐被汉语和汉字所代替 到了元代时期 尖陀罗族已经逐渐被汉化 成为了汉族的一部分 四 尖陀罗族的文化遗产 尖陀罗族的文化遗产 主要表现在语言 文字 建筑和文物方面 尖陀罗族的语言和文字系统 至今仍然未能得到充分的保护和研究 但是一些尖陀罗族文物和建筑 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文化遗产 比如 四川尖围镇的尖陀罗古城 就是尖陀罗族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 这座城池建造于唐朝时期 历史悠久 风格独特 另外 尖陀罗族的祭祀和信仰活动 也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 比如著名的尖陀罗 峨眉山佛教文化遗产 就是尖陀罗族文化与佛教文化 相融合的重要代表之一 五 尖陀罗族的现状 现在 尖陀罗族已经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他们的语言 文字 传统和文化已经濒临失传 据统计 目前尖陀罗族的人口不足30万人 分布在四川和云南等地 他们已经完全汉化 使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 为了保护和传承 尖陀罗族的文化遗产 一些尖陀罗族的文化活动和节日已经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比如尖陀罗活把节 尖陀罗昏俗 尖陀罗竹楼等 这些活动和节日不仅有助于保护和传承 尖陀罗族的文化遗产 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 此外 中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 比如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法 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和支持 建设了一批少数民族文化中心和博物馆 举办了一系列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节等活动 总的来说 尖陀罗族虽然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但是他们的文化遗产却是历史的建政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护和传承尖陀罗族的文化遗产 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 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繁荣